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收看 好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表达对于四川 如定镇灾的关怀 希望灾后的救护 跟重建的工作 一切顺利平安 来 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前资深外交官 金文基大使 大使好 何荣好 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 郭震赛委员 委员好 大平安 台经院国际处研究员 邱达生教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先从 美中的关税议题开始关心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我们的节目就在密切关注 美国对华关税的议题 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总统拜登 似乎做出了决定 拜登政府在9月2号表示 美国将要暂时 维持川普时期 数千亿美元的对华关税 而就在同一天 拜登也正式批准了 对台的军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也表示 他们收到了来自 好几百份 这个企业的请求 希望继续维持 2018年7月 开始加征的对华关税 不过根据美国的法令 未来几个月 贸易代表办公室 还是会继续 对于是否要保留关税 要进行正式的审查 我想先请教贵员 就是拜登 目前是倾向维持川普 在2018祭出的 这个对华关税 当然大家也在关注 就是说 11月马上就要选了 我记得您在节目当中也 曾经提到说 在选前 这个关税的部分 大概是动不了了 是这样吗 对因为一开始 这只是贸易问题 可是后来已经演变成 工会的问题 因为美国这个 比如说最大的工会 AFL CIO 他已经公开表态 他反对条件关税 所以这个就已经变成是保护主义的问题 选票还是最重要 对那这个工会的人数高到1140万人 你如果再乘以家属 那大概就3000多万票 而且基本上是民主党的票 而且工会的票是比消费者还要集中有组织化 所以虽然说降关税对消费者有利 可是消费者会支持谁谁知道 而且这是死中的票 所以我认为面对这个工会 那工会当然会做决议 那就会决议说要求那个企业 要向那个商务部反映 说不能降关税 而且尤其你看到最近 这个拜登在这个演讲场合当中 他特别有强调 而且是针对了共和党 所以他对他来讲 那个都是政治性的 每一张票其实都很重要 反正现在就是在搞选举 对 那那个我们知道商务部收到的 我看到的数字是 这个343家嘛 那基本上 有的是工会决议 你企业也必须去反映 是 所以基本上已经变成从 广义的消费者 或者是美国经济是不是有利 这种纯经济的问题 现在变成是工会保护主义 拉选票的问题 那基本上选钱就没有解了 那选钱无解 选后呢你觉得 选后要看美中的氛围啦 那就看这个G20两个人见面谈了什么吧 如果乐观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不是 有可能会调 我坦白讲我看不到乐观的迹象 您是持比较保留的 我目前看不到乐观的迹象 OK 好 因为这个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曾经也关注过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呢 除了关税以外 就是美国现在呢 面对这个科技竞争 提出了这个要限制 英伟达NVIDIA的高阶晶片 销往中国大陆 那么最新的消息呢 是彭博他们报导说 拜登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 要签署行政命令 进一步去限制美国企业 投资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 而且呢还可能会对TikTok 来采取专门的动作 另一方面呢 商务部也打算 对于AI运算晶片 祭出比现在还要严格的限制 那么拜登呢 针对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 所涉及的产品啦 还有包括技术啊 现在采取是逐批审查的方式 因为呢 这个拜登政府认为 这样就可以拖垮 中国大陆的科技供应链 不过当然也有一项说法 就是外界的看法是说 也有产业人士是觉得 这个动作或这样的一些做法 反而可能会逼得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自主化 邱老师怎么看 我认为说 这个中国大陆 如果说要进行 这个工业链的一个自主化的话 大概需要更多的时间 跟资金的投入 那其实现在美国拜登总统 拜登政权的这一个措施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 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霸权 那它次要的目的呢 其实是要规范整个区域的供应链 因为这个高科技的基础 就是半导体 那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安排之下 就是说美国呢 继续掌握这个IC设计 跟设备方面的强项 那日本呢就分配到这个化学品跟原料 那韩国在记忆体 那我们台湾呢 就是这个晶圆代工的高阶制程 跟封装测试 等于说大家都遵守这一个规范 然后让这个中国在这方面 没有办法跟它竞争 但是它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其实也是弃伤权 为什么 因为中国呢 它现在是半导体最大的需求市场 大概全球的半导体的需求 三成以上是在中国大陆 那因此这个当然是 对美国也会有伤害 那但是呢 它整个的长期目标呢 基本上就是要巩固 它在高科技的一个霸权 要不然在80年代 也不会发生这个美日科技战 对 但美国也伤 但是美国还是执意这么做 就是表示他们评估过了 所以觉得说这个力还是大于弊吗 在80年代的美日科技战 其实就是因为日本 有一个企图要主导这个半导体 那现在它当然不能让这个崛起的 这个中国的科技业 去重蹈这个过去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TEMP 所以说它在这里赶快把它整个压下来 对 有潜力可循 那其实看到在科技上 跟经贸上美国想方设法的 要围堵中国大陆的发展 拜登在5月下旬 您还记得吗 推出了IPAF 印太经济架构 首轮的14个成员国当中呢 我们台湾的并没有在其中 9月8号跟9号呢 这个IPAF的会议呢 就会在洛杉矶要举行部长级的会议 那么预料呢将会正式展开谈判 联合声明的草案也显示说 14个成员国呢将要同意 加强分享供应链的资讯 而且成立专门的应对小组 来防止半导体这些重要的原料供应短缺 还有中断 那么各国呢 还会强化数据移转上的透明度 还有推动海关程序的数位化 好 IPAF 印太经济架构在5月成立 但是等到了9月才正式开跑 不过呢这个协议当中并没有涉及关税 所以我想请教大使 IPAF要如何才能够让大家觉得 说它是真的是有一个时效性的 算是一个时效性的架构 有实际的成效呢 这个非常困难 因为从它的这个议程看起来的话 只有一个国家获利 就是美国 其他国家都是 我认为我都被裹挟而去 就是不去不行 那么所以很多评论基本上就说 这个印太经贸架构 就是反中经济架构 是 就是反对中国大陆 抵制中国大陆的一个进行 另外一个呢 一种说法 印太经济架构呢 就是美国利益优先的经济架构 所以这个本质上 其实大家都还看得蛮清楚的 那另外一方面 它这个 它有设定这个 所谓的时间压力 它要在2023年的 这个11月APEC高峰会的时候 之前希望打成 现在不到一年半 那这种情况之下 要成功的话 那必须有两大因素 尤其贸易谈判 任何谈判都有 第一个 你要有诱因 你诱因 你这个诱因不足 因为你这一开始 你就是一个反中 另外就是美国利益优先的 你诱因不足 第二个的话 你后面要足够的什么 报复的能力 你这种谈判 你要这两大 两大基本元素存在 你才会往前走 那现在美国是不是能报复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你要产生时效的话 是很有问题的 而且这里面 它现在搞了14个成员国 更难谈 你今天把韩国日本 几个搞进去 你搞个cheap4 比较好谈 可你搞了14个以后 里面有什么印度 又越南 那么东协搞了7个 你这些日本韩国不坑气 光你印度还有东协7个 东协7个一定是一个鼻孔出气 你这个谈判架构 我觉得美国人 有点高估自己的能力 大使您刚提到两个要素 赏跟罚 可是两个完全 现在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成效 你要不要预测一下 就是说这个iPad架构 它在未来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样态 我觉得未来就是 草草收场 草草收场 其实我们逐项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 数位领域的贸易 东南亚的电商都是中国的 是啊 对不对 我们随便讲 清洁能源 新疆来的太阳的模组 你还不要买 美国还对三个国家豁免 都是东南亚国家 那基础设施 美国有包商吗 都没有 建筑包商美国是零 前20大美国是零 反贪污 你叫东南亚国家反贪污 你在开什么玩笑 充满了矛盾 还有税收 税收 税收他要对跨国公司征基本税 这个跟人家要招商的目的是相反的 所以这样所有摊开来的话 你就发现他每一点其实都有 充满矛盾之点 是啊 这里面最后的安排很好安排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你以为美国谈判高手 美国人不会谈 这里面东协都是贸易谈判高手 很简单 最后就弄一篇文章 因为东协已经料化了 东协说我们希望这个结果是有弹性的 那你到时候这个文件出来 通通是弹性 你不像弹关税 弹税你是5%降到3% 那个是非常rigid的 非常僵固的 你要保持弹性 而且你这个本来就是社会条款的话 你很难量化来处理的时候 当然有些地方可以量化 它叫你一个保持弹性 你这个整个的法律工具 就建立在一个沙滩上 是没有什么成效的 现在除了这个IPAT 我们现在提到以外呢 还包括像 看到美国最近真的是动作频频 为了抗衡这个索罗门群岛 跟中国大陆签订安全协议 拜登政府也宣布 要在9月28跟29号这两天 举办第一届的 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 邀请了包括 所罗门群岛在内的 12个太平洋的岛国参加 声明当中是表示呢 峰会要反映美国跟太平洋岛国 在气候疫情经济不苏 海上安全环境保护 等等等等的关键问题上 深化合作 简单的请问一下郭委员 现在亡羊补牢来得及吗 美国确实有一些议题是帮得上忙 比如说气候变迁 人家有海水噶梦的问题 疫苗 疫苗美国当然帮得上忙 对不对 经济复苏就比较长期了 确实在就是 这几个国家为什么贸易 除了斐济之外 为什么第一道贸易国都变成中国了 所罗门本来也不是中国 就这几年就暴增嘛 那这个就是美国自己要 坦白讲现在目前美国还掌握得住啦 除了所罗门跟吉里巴斯 可是就是你必须把它长期化 就澳大利亚美国你好歹帮帮人家经济吧 比如说金枪鱼的加工基地 这个地方像世界的四分之一 那鱼业的加工基地你也帮人家盖一下吧 然后还有农业的升级 农业农跟队 农业农跟队我看他们做不到 所以必须要长期 可是难道不会五分钟热度吗 非常有可能 因为这个看起来就是拜登在做秀 不因为美国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穷的地方 而且是世界的边缘 如果不是中国的力量进来 谁会看到 我相信南太平洋岛国 他们自己也非常的心知肚明 就是说谁能够留在这边 而且是长期的做法 我另外请教这个邱老师的 就是说除了南太平洋岛国 那现在同样在大昂州这边的澳洲 其实在中美两国大国博弈当中的角色 也非常令人关注 前两年呢 这个澳洲的铁矿 曾经因为中澳关系的恶化 被中国大陆给制裁 不过在今年7月 两国铁矿的交易不止回温 那么澳洲呢 也在巴西南非跟乌克兰之后呢 使用人民币来结算铁矿时的交易 当然这也创下了中澳两国矿交易的先例 不过最近因为看到中国大陆因为景气的关系 影响到他们的铁矿需求 那全球第四大的矿业公司 澳洲这个福特斯克金属集团 他们就表示说呢 现在这两天看到就说呢 这个年度的利润下降了40% 其实还蛮大的一个幅度 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说 中国内地的需求降温了 所以成本上升 劳动力短缺 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观察后续的影响 那我先讲中国 中国如果说它持续扩大它的进口的话 其实未来这个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它今年 它的整个景气真的是 很出乎人意料之外 包括这个封城 包括限电等等 那现在中国的一个减缓 其实不是只有伤害到澳洲而已 包括我们看最近这个韩国 中国因为减少从韩国进口 导致韩国连续五个月的贸易赤字 甚至包括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这个我们看到 我们最近的这个外销订单 油红转黑 最主要原因就是 中国对台湾的下单减少 所以你知道这个联动性实在是 真的是不容小觑 其实不只是刚刚提到澳洲 包括最近等一下我们也会聊到 就是说俄罗斯最近也是 其实欧洲订单减少也伤到中国 是 是 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欢迎全世界继续聊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欢迎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